好 看完这个外岛马祖的情况 再来看到台湾高铁遇到史上最严重的停驶的情况 这个画面就是高铁在苗栗台中段 因为这个讯号异常 一定讯号异常 为什么 土石整个滑落把轨道都给淹没了 所以这个高铁通车以来遇到如此严重 我们都可以称它叫做什么 高铁拦腰砍断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从这个图来看 高铁这个终点起点 不是左营南港 就是南港左营 那么现在因为土石毁坏了围栏 踏入了苗栗到台中这一段 也就是说苗栗跟台中双向停驶 不定不定 所以你如果坐高铁从左营出发 要到台北怎么办呢 到了这边的时候 你就要从高铁下来换接驳车 或其他的交通方式 绕过了台中苗栗之后 再从苗栗再往北移动 但你如果说北部要南下 同样的也是这样子 所以你坐高铁变成说一段 两段三段 这个是高铁通车以来 最严重的停驶的状况 高铁轨道旁的边坡严重坍塌 大范围树木和土石滑落 砸进高铁轨道 对象列车开过来时都要减速通过 因为距离坍塌的土石相当靠近 非常惊险 坍塌范围相当大 而且伴随着雨势不停下 落石也持续滑落 坍塌发生在7号上午8点半 苗栗通宵路段因为大雨 土石松软 边坡土石砸落轨道 幸好当时高铁的侦测系统 有侦测到义务入侵 紧急通报 经过的列车接收到后 紧急减速慢行 砸落的土石相当多 冲破阔篮 影响的范围已经超过20公尺 而且落石不断 高铁公司紧急派人处理 现在公司已经在安排 从苗栗跟台中接隔 他那个不能再摊 他摊下来那一只都受影响 担心边坡会继续坍塌 高铁公司紧急宣布 台中到苗栗暂停行驶 并加派接驳车接驳旅客 高铁他们说他们有 然后接驳车 他送我们到苗栗 然后我们再从那个苗栗再搭 然后高铁去台北 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天灾啦 只能那个包容就对了 对啦 高铁台中站大牌长龙 他们都是要等待接驳车北上的旅客 行程虽然受到影响 但大多都能理解是天气的因素 而高铁公司也发声明表示 已经派人前往坍塌点进行抢修 为了安全起见 苗栗到台中路段将全线封闭一天 华市新闻 舒马兰林品星 吴少青苗栗台中报道 以上